法及補助辦法第二條替向第二三法登入基準 任本案提起本成因會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此為歷史建築及所定著土地範圍 那有關西流車探二期工程請建築事務所報告 請戴德軍建築事務所報告 請到位置 有關二期的報告部分 目前它位於地級情者司 依據上次要求做鼓中的說明 那它事實上沒有佔所有的14號位置 只佔我們現在目前的方式的範圍內 那這個我們第二期的題目的狀況 然後下面以下有一個圖面的說明 這是這個 有看到多一二期的這個 的一個外來的銜接的情況 是依照這個T型月台的方式來做消負 然後也恢復它的車站月台同下 所以倒陰輪車 大概它的詳細的聲音的情況是這樣 那也會依據一些重要的歷史意見 做一些現場的回覆這樣子 謝謝 我們有兩位登記的發言 好 那我先去第一位是台灣一起協會 謝謝老師 先生 主席 各位來臨 我是國外運輯公立協會秘書長王維俊 類似代表我們協會 才所提出企業的意見 對於新北流車站文化資產家屬審議案 我們協會表達幾個 有幾個主張 應該 我們主張應該將 將新北流車站登陸的歷史建築物 原因如下 第一 新北流車站 建造資金已經102年 那齊先生在1989年 拆遷到莊華民族村 開放遊樂參觀 2014年拆回北投 然後在2017年 4月1號重建 雖然經過兩度拆遷 但是它的歷史建築物 102年是不可以否定的 第二個 2014年在拆遷回北投的時候 曾經以新竹市火車站 締結為姊妹市 那新竹市火車站 跟美日等國的 也是百年的車站 跟美日等國也有締結 這些姊妹合約 那如果說 新北流車站能夠跟 能夠作為歷史建築物 那在涉語文字這個身份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可以讓新北流車站 能夠更相得益上 第三個 新北流車站是第一個 由全台灣 一個公私協力 公民參與 將車站 移回互相的 這個 唯一的案例 也是 北彈縣 縣府唯一僅存的一個 某舊建築物的車站 同時在新北流車站 我們在以前在推動了 古蹟公益信託基金 北流古蹟專案的模式 也是我們全台灣在 為了這個車站 所推動的 所以 我們也曾經 推動了 新北流車站 風華蟲協的運動 而以國民信樂基金的精神 套路公民由 由下而上 共同完成了 古蹟返鄉經典案例 也就鼓勵全民重啟 重視 及愛護文化資產 的 落實政策 我們應該當中登陸為歷史建築物 用以彰繩 公司協力 以及公民參與 維護文化資產的精神 第四年 最近財旋 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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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地板等材料 都有在於它的出處 跟時間 日期等等 為台灣阿里山快部署 因為兩次的財先也當然會有不分的毀損跟重組 但是我們在重組的過程中 我們這個建築師跟工程師也盡量的利用原始的方法 用自然的這個不用丁著方式讓它重現的原來的風貌 因此在最大的歷史建築物我們是盡量的予以完整的保留 所以我們在希望能夠在今天的會議 請友會的各位長官能夠將這個新北俄社會的歷史 這個火車站能夠定位為歷史古期 謝謝各位 謝謝 下一位是長安嶼辦公室 陳章生理長 中機長 名位機長 各位文哲委員 在座人會賓 我是長安嶼理長 也是首位推動這個新北俄 聽不懂我身上回家的理長 當初我在85年的時候 我去那邊移完 我看到我們的歷史大廷 最貫道的台灣民族相當的同學 就四十天 不限我當時非家逗退路 以及我們當初走陪穩腳那種距離 所以我們相當 那時候心情就相當 讓我們想說 有一天能把這個新北俄社會 所以我在91年當警隊長 我馬上開一個理念大會 然後也三百多位 前入通貨 要移入西北俄社會 我記得我們對這個新北俄社會 其實相當有情感 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從 剛明書把他搬回來的時候 那個一個人採電活動 那時候的市長 看到的時候 人潮 我們整個就譬如站到西北俄社會 整個滿滿的大概兩三位的這個民眾 首先我們這些七民都是群眾 對西北俄社會 相當的各種疑問七民在裡面 另外我們在講他的結構 我們現在很多委員 剛剛沒有到現場看 我們整個屋頂站 全部都是一些 紅髮器做的四個老伙伴 這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另外兩邊 兩側啊 我們說有這些塑膠的花椒 他一起走到 用那種就是杜克斯力看 斜度的那種 每片都有花椒弄 有諧撐的那種 載重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然後我們剛好也故意把他移了四十米進來 留在一個那個地方 我們更好跟那個西北俄結業站 多一個對照 我相信這是我們最大的賣點 兩舊 新舊的這個車旅對照 是我們台灣一樣圍景村的兩個車站 並紅在這個地方 那基地上這幾點 我希望說北投人都期盼 不管樹啦 或是我的聯繫都期盼了 我希望你盡快把他配為歷史結業 謝謝你 贊導 好 謝謝 那我們進入審議 那各位對於我們今天提出的 一般醫院有其他的指教 現在現場有一位臨時 現在剛登記的一個登記發言 請掌握時間三分鐘 謝謝 不好意思 各位好 然後我知道今天要審這個案子 對很多人來講應該 我心裡面有很多不大想法 那我自己從一間團體有一場出發 我自己還是覺得說 這個案子如果一旦要譜於他意義的話 我個人認為在譜於意義的這一件事情上面 應該要考量新北投火車站 能取得上目前的這個現實 只是說一旦他擁有了我們之身分 那麼應該要把他的原始 跟他附近的所有的環境脈絡都納入考量 因為對我所知 其實在地團體有人是神經想要在原始 那邊設立紀念碑 讓所有的居民知道 我們的新北投資站就是 過家本的文錄的這一件事情 這還是要保留他的真實性 那麼可是我們知道後來是否好像打算在原始 做一些景觀的規劃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有點荒謬 好像我們現在就要弄假承真的認為 這個現在的這個現實 就有歷史新北投火車站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過去這段時間就開了三次公廳會 其實兩次我覺得那個是對於民主上大的傷害 甚至於對於地方民眾的群感的那個撕裂也是加劇的 那麼到底我們要在什麼基礎上 他歷史上的意義呢 難道只看他一百年前的故事嗎 還是說這一個返鄉運動的動態的過程 其實也可以一定的被娜進來 包括他現在人是不完美的這一個事實 也可以變成他紀念他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這是第一個我希望就是吃蛋 如果真的一定要給他一個 我個人是不太支持給他文字身份 不是說真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面對說 這個建築已經改了 我們要怎麼管他 好像也應該要正視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還是要給他一個文字身份 才能啟動後續的修正的話 那麼是不是可以納入 他其實 對我覺得他是一個在地情感 要讓他修復的一個開始 而不要在繼承前面的那個主堡的過程 然後讓他成為一個 好像只是在客公中的建築 這是領點 第二個就是說 然後我知道市府其實好像有 所謂的什麼第二期的保存計畫 好像希望他未來旁邊可以增設月台 甚至去購買列車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在鐵道界 鐵道專頁 所以民間專頁看完也是故意 因為包括說 新北投那個環境 到底是設防列車 要什麼維護 都其實都沒有在文字審議會裡面 所以就是釋出自己 他的其他的會議去決定 那這個 如果一旦有文字身份 是否要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保存計畫 然後再拿到文字審議會裡面 來讓關心的人可以有參與的機會 這個是第二個我想要訴求的 謝謝 我們針對今天所提出來這個標的 有何都會讓市府看 謝謝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你辦意見 來讓他有歷史建築的身份 謝謝 請 zum ersten 1 1 1 3 2 3 丹安區黃捷戶居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跟大會報告 因為軍方的代表還沒有到 施鵬雲菲先生查第六案 好 我們立委調整一下我們的議程 我們先審查議題 好 謝謝 那審議案六案由中正區市長官邸 文化價值審議案 議案六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檔第17第18條 國基指定及日執審查辦法 遺時建築紀念建築公務費 執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案例行星一 本案建築位於中正區群中路44-46號 坐落於中正區中正段一小段226D號 建築為童小段170-1505建號 會建築於1940年興建 為日至時期臺北中知事官社 民國34年後轉為臺北市市長官邸 85年市長官邸開康市民參觀 並規劃為官邸發平屋藝文在院場所 27年興建表演廳 同時修向官邸藝文中心 例如台南實驗的重新開放 公開委外經營 28年文化局成立後 市長官邸改由本居管轄 營運團隊於101年至102年間 就現有房舍進行整修 建物現作為三觀使用 會確認該建物是否具合資保存價值 本居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8條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並且資料想付建議 使用執照想付建議 本居107年4月9日辦理市長官邸 一文詳容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張分證委員 送席選委員 修護貓委員 人區請委員及民副國委員 會刊結論為本市專案小組會刊 兼出席委員 致任定居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陸為歷史建築 建議以照合年代所建之主建築主體 不含後期增建築房及表演 聽回保存建築主體 一所土地範圍則以現有為牆為南圍 台北市中正區中正萬一小段226底行 會端進入鄉附件三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待要如下 一 官邸興建於1940年 臺北州之市管設日式建築外貌 與和周邊環境融合園居特色 二 主體建築建議為登陸範圍 三 雖以改建為市民機場使用的空間 最前現況由一般民眾接受 四 為當代日式宿舍之代表作 居建築時或技術時之價值 五 建物或於1998年有大幅修建 為主體構架物價年為舊物 外觀主要格局人為持年貌 也有紀念管理維吾上加 那 檢附本案維資本部報告 想附件五 那就是本案的地形圖 紅色光光的部分就是它 坐落的位置是大門區中正段 一小段226%的地方 那就是現況建物的外觀照片 那請委員參閱 那就是現建物的室內照片 那目前就是做餐廳跟展覽使用 那就是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的摘要 那一 基本資料部分請委員參閱 它現況概述就是 本建物現作為餐廳及餐廳使用 價值分析 文化局於107年4月9日 辦理文化資產審查 專案小組會談出席委員 會談出席委員認為區文化資產價值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之凝固 目前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以速參方式委託瑞新銀行文化基金 會營運管理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應由所有權能管理人使用能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由建物使用單位進行說明 跟入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 等建物現作為展館及餐廳使用 跟入後對現況使用上能影響 本愛民辦 引起同意跟入中正區市長官邸為歷史建築 名稱為市長官邸 總類官邸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其中路44、46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市長官邸建築本體 不含後期增建廚房及表面梯 建物為中正區中正段一小段1505建號 實際保存面積為386.43平方公尺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中正區中正段一小段226地號 面積為2757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區域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分佈理由及法例因舉一 建物興建於1940年 原為台北中之區官邸 戰後成為台北市市長官邸 至民國85年開放參觀並轉成為藝文展館 本建物在台北市發展史上具有11億 本建物為當代日式樹設計代表作 為和洋混合市建築 建物以周邊環境融合結局特色 建物類部順利經改建為主體構架物價能為序 且外觀體廖格局人為實原貌 具建築史上之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登陸廢址審查及 再把第二條第一項第二團跟第三團登陸精準 本案提起分為原位審議 注定審議決定在明後續 然後這是歷史建築的平面圖 那可能就是主要是以這個主體跟他的兩台 都有包含在內部盤這個標號9的表面 也保存範圍為他的本廳 然後輸出的範圍為386.43公尺 那以上報告 好 我們所願對於義務單位所提示的 你一番建議有沒有提交或是建議 像那次日式建築的兩個木齊都建了好多人 我是建議說雖然我們是建築的民主 可是剛才戶外的庭園部分 這部分看能不能做一些局部的修行 因為現在都把病情收藏進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尤其是官體是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他的Land step其實是蠻重要 他也就有機會協調一下 謝謝 謝謝 我也有固定郭老師的意見 因為這種非常高階的日本式官員宿舍 他是有漂亮的花園 現在這個花園還在 就在他的南邊 他的後面就是他的南邊 他有這個什麼星星子 其實他也在 那如果說我們很保守就是 那個建築物本體是不是有點可惜 另外因為我看我們給他的理由說是 1940年台北州知事 事實上台北州就是州廳的那個 最高行政官員 他的宿舍是在被拆掉的那個台北市議會那裡 就在現在兒童醫院北邊那個結果 後來好像高玉書先生也曾經住過來了 現在不是有一個 有服刑的市議會嗎 那裡是州知事 那他上班就過一個馬路 到監察院 監察院就是 那這個房子可能是到後來 他覺得那個房子太小了 所以移到這裡來 因為你看他已經很慢了 1940年 那其實台北州廳是1915 就監察院是1915 謝謝 好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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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因為我收到這個會記錄 台北北市議會的 不知道誰跟這建築師 才是有錢的 我們跟燕妮一起做的修復 關照登陸的理由 是十字民國八十年發的 所以登陸理由第一點 十字民國八十年開放參觀 並轉為一位展覽 這個時間可能要再訪問一下 然後第一點說本建築在泰瑞士發展史上 須有意識的意義 這一句其實有點模糊 到底是什麼 可以講清楚 第三點我不完全是站在 這一句 歷史或古蹟建築的角度來看 就是以泰瑞士都市來講 其實第一個經濟路的地方裡面 它所能夠分享給周圍環境的資源是豐富的 第二個就是說 這種建築其實經營二十年 我相信偶爾去 其實經營單位一樣是很低 不過我是認為 我們再看這樣一個地方的話 建築其實只是一部分 其實應該進一步要求 對於花園或景觀的部分 做一些論述 而且這部分我想應該是比較清晰的 不是只是把花草種過來做 希望能夠延續過去這個經驗 都市空間的狀況性來進行 對 對 就是主席 對 那個 跟委員和主席這邊報告 其實這個市場官邸 大概經營我們做那個 民人故居的清查的時候 發現原來市場官邸沒有身份 我們市場官邸有身份大概是 就是那個 可能在那個八十三年前 其實那時候還在新聞處的時候 成立的時候 有第一批 就是做空間檢驗開放的時候 那個 官用的宿舍建築物 或者像都林街小劇場這一批 這第一批 大概轉為這個 一文空間使用 那時候大概 歐巴巴這個跟市場官邸 是用簽合給陳水扁市長 然後沒有 其實最早先是沒有要請招 對 就是直接由市長統一來使用 那時候也沒有文字法和應應計畫 所以也沒有走文字這條路 那清查以後大概 就決議大概有這樣情況的 現在的一文空間 其實內部還有 所以文化決定後大概會把這一批 能夠轉成文字身分的就先轉成文字身分 那做完這樣的身分認定以後 再用文字法的相關規定 不要做一些調查回舊的計畫 那很快的就會把 發發剛音委員所指的 不太清楚的或是年代裡面歷史 甚至原始的一些考證 再做一些更細符的調查 這也是這一次文化決定的目的 在這裡做報告 謝謝請 好 我不需要大家說明各位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些相關的行為會寫過 所以這位委員今天指教 我們會納入後面的相關計畫的一些修正方向 另外一位思考 是在此為止 他不是說明慧的 那個領域有第二點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核的部分比較多 看不太大的跟紅的部分 所以要把一般的部分寫進去嗎 現在其實有很多件是後來改造的 所以寫核陽火殼的話比較容易讓比較默 所以看是不是要做成功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現在內部已經做很大幅的變動 那因為他們有資身分 所以其實也無所謂 可是當有資身分之後